爱情世界中的独夫白羊座,在心象中,白羊座的原来意思,是表达自我的天命,唱自己的歌,这样的一种生命阶调,离开不了把我,发扬光大,有时候发挥太过,就变成了自私自利。 这种人凡事先想到自己,再想到别人,他的基本反应,都是在自己的意义上思考,很难会为别人的立场着想。 这种人只有自己,没有别人,因此很难进入亲密关系,情侣关系之中的自私自利,其实有很多种表现模式,一般人比较心而不察的一种,就是只用自我的人生观,来对待两者的关系。 强调一定是要符合某种行为,才代表爱情,而且拼命要求万律遵守。 我们常看到情侣吵架天翻地覆,去西九一下内情,其实都是为了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闹翻,根本没有大事。 为什么小事闹得不可开交,甚至要分手呢? 因为这些小事,若以自己的人生观世之,则可以赋予爱情上重大的象征意义。 此类的象征意义,即是自己人格之投射,也是恋爱之中的陷阱,因为每个人成长背景不同,人格投射也是五花八门,若没有宽广的心胸去接纳不同,则年龄越大,爱情的路也越窄。 遇上白羊座的爱旅,要先是一世他们的爱情能量,白羊座若是爱情能量低弱,必然有下列几点表现。 一,个性暴躁,自私,易怒,凡是想想到自己的利益才会顾及别人。 二,为了自己的生存会不择手段的去伤害他人之利益。 三,人际关系不好。 四,在身体状况上,也会有头痛,肛血压等问题。 五,而在自己的特殊才艺方面,却完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优点,到底自己的特徴在哪里。 六,自己的人生该有什么方向,一点也弄不清楚。 七,尽管自己不了解自己,却很喜欢干涉别人的事物。 八,为了要在同侪团体里表现自己威风和领导能力,就以恶行恶壮的负面魅力来吸引别人的眼光,时常弄得场面十分尴尬。 九,因为幼稚行为所产生的挫折感,使得自己自动放弃自我的坚持和领导地位,而变得表面虽说他人,懦弱而怕遗失生非,不知自己该如何是好。 因此以他人的意见为意见,身表面上是个好好先生,或者显现冷漠的客气,但其眼形变成三角眼,目露凶光,长长无端卷入他人的是非纠分中。 或者常常发生意外事件而导致伤害,例如火伤,车祸,跌伤等等。 亲密关系中的金钱就跟金牛座,金牛座原来的意思就是财帛工,因此和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有关。 这是从婴儿出生后,必适喝奶的现象观察,隐身成为往后吸收资源以壮大自我。 金牛座的很多朋友,一生中很多困扰,都是和金钱穿上关系。 或者老是觉得贫穷匮乏心不满足,或者老是为了钱财伤脑筋引起纠纷,要判断自己现在是处于好的周期还是坏的周期。 当然财运是一个判断的重要现象,钱财慢慢流失或者赚钱能力慢慢减退,都是生命力衰弱的现象。 但是金牛座的朋友也要明白,充实生命力的方法,在于一个有爱有美的环境和先链,人除了吃可以维持生命之外,金牛座还需要和音乐、艺术、爱情、华服、美食、高贵的琴层等等活在一起。 有一种不能进入亲密关系的模式,就是是唯一试图。 这种人把金钱的价值置于一切价值之上,只认钱不认人。 而且为了积聚金钱,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,对人长存怀疑,深怕在经济上和别人有何牵连瓜葛,或者是喜欢在亲密关系中,创造一些属于投资理财的活动。 这两种极端都因此很难进入亲密关系。 认钱不认人者会因为制裁的理由,产生防范别人的心理,心防加深之后会影响自己心轮的敞开度,自然会创造亲密关系中的问题。 而另外一种喜欢为伴侣荷包积极打算的人,也许弄巧成拙,反倒认出误会或造成不清不楚的金钱纠纷,总之这种模式都隐含着因为金钱而造成的心理创伤。 此种伤痛使得我们对金钱价值观特异,或因为金钱问题产生特别刚昂之情绪,因此容易在亲密关系中创造金钱财产关系的伤害。 此种金牛座诞生者之人生亦产生一些现象,也就是说金牛座之爱情能量低落,会有下列纪点之表现。 一、内心贪婪,但财源总是不佳,每一次做投资都失败,也容易被人倒账,早成金钱纠纷,这是因为贪婪蒙蔽了内心的清明,所以很容易破财。 二、生命重悦是要求太过的部分,命运积极与重挫,二、平时好吃上冻,狼吞互咽,不能品尝食物的美好滋味,而身材也会臃肿变形,变得毫无美感。 三、内心对音乐艺术毫无品味,完全不能欣赏,或虽然想欣赏,却因为忙于赚钱,而无瑕欣赏,终于成为生活无趣的金钱奴隶。 四、在身体上常常会有扁桃腺发炎的现象,声音母音不全或者沙哑,咽喉声带也常常出问题造成困扰,因为贪婪的心没有得到财富的滋润,反而因为金钱问题长期焦虑,就会引起假装现失调的问题,或者有些金牛座的诞生者肾脏弱,或者生过肾脏技能的毛病,也代表生命中的重要能量受到伤害。 五、在爱情方面则会发生长期恋爱又无结果,心痛,无人倾诉,无人可以了解,分手后又爱又恨,往事皆是不开回手的惨痛教训。 不断想真爱挑战之星座双子座,如果有人要问,哪一个星座最好色最新,可能会被认为太无聊,太迷信,因为任何一个星座都有可能出现好色者。 但古代战星座可能不这样认为,双子座在古代有一名称,是为阴公或阴阳公。 可见古人早就把好色星,他喜欢乱搞阴阳调和直帽子,扣在双子头上了。 为什么呢?因为双子是所有星座,中,最喜欢乱搞男女关系,和三角恋爱的星座。 双子座不能进入亲密关系的原因是好奇心太强,这种人感觉能力较薄弱,不以感情满足为生命重要目标。 反而是好奇心强烈,把和多种异性发生感情之经验,当作是满足自己好奇心的一种手段,这种人没办法尊重他人的感情,而且把好奇心放在感情的前面,因此很难进入亲密关系。 当真爱发生的时候,会是陷入爱情的双方,环绕在一爱的能量流至中,此一爱的能量流会使得男女双方彼此感到完全的满足。 根本不可能接受第三者介入,但在真爱发生之前,双子座却是真爱最好的考验,因为双子座除非真的撞上爱,否则他的感情世界是不可能安定下来的。 此种双子座诞生者之人生亦产生一些现象,也就是说,双子座之爱情能量低落会有下列几点之表现。 一,紧张的时候会以吸烟来梳解焦虑,容易伤风,感冒,咳嗽,鼻色,鼻痘炎或其他呼吸道疾病。 二,有些诞生者的问题是手部的骨折或烫伤,烧伤。 三,讲话可能会口吃,结结巴巴,非常好动,像猴子一样,注意力不能集中,学习效果不好,对多种事物产生兴趣,却是浅长极致,多学上成,就是所谓的样样通样样松。 四,求学时气碰不到有缘的老师开导智慧,长辈缘分也不佳,升学考试一直都不顺利,所以也不能成为高学历的知识分子。 五,以后的工作可能会和资讯有关,但比较缺乏创技,成为资讯事业或文化事业中处理事物或流程的人员,例如手法,交对等等。 六,这种生命形态在居住,社交或婚姻商业可能有不稳定的现象,例如常搬家,朋友偿还。 七,不能为止可靠的相互依赖关系,这是因为这种人喜欢玩弄小聪明,产生狡猾不可靠的现象,到最后连婚姻也被这种习性所影响,产生不圆满的现象。 双子座的困扰,大概都集中在多种讯息,难以取舍。 内心矛盾,左右为难,尤其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,更是挣扎痛苦,天人交战。 好奇引发矛盾,矛盾就引发分裂,这就陷入了恶性循环。 双子座诞生者如果碰到这种状况,引发内心强烈矛盾困扰,这时候就要注意自己的运势可能走向低潮了。 其他现象还有记忆力衰退,口齿不灵光,沟通能力解退,位置人际关系,缺乏旅行建修机会,工作非常固定无创级。 而且人也被绑死,这些现象都和双子座的正面能量相违背。 如果这些现象有伴随着身体上某些部位的不舒服,例如鼻子、呼吸道、肺部、肩膀、手臂和手这些部位的内外伤害,这些都是您处在运势走下坡的征兆。 我们说一夜之秋,见微之者,就是这个道理,以爱情不安,引发不安爱情之星座巨蟹座。 巨蟹座是个不安全感很强的星座,有时我们常常看见一些人,在恋爱之初就经常把往后的爱情保障挂在嘴边。 这种人里头很多都有强烈的巨蟹性格,例如某些人常常会问,假如我的爱侣以后把我甩掉,我该怎么办? 但是在爱情之路上,谁又能保证谁不会把谁甩掉呢? 所以这种不能进入亲密关系的原因是有强烈的不安全感。 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是从开窍中就已培养出行,成长过程中又遭遇不断的刺激。 所以在没有感情时,倒还能安然自若,一旦有可能和异性产生亲密关系的机会,反而疑神疑鬼,坐立难安。 总觉得自己无力销售这份爱情,因此很难进入亲密关系。 有句话说,所欲未得,所谓避之,人生中,我们最爱的往往失去,我们嘴巴的往往避之,这几乎已经成为人生之定理了。 原因就是在我们心情带起大落的追寻中,往往投射出负面能量来引导事件发展。 体系性格的最爱与最怕,往往显示了爱情能量之低落。 此种巨蟹座诞生者之人生亦产生一些现象,也就是说巨蟹座是爱情能量低落,会有下列极点之表现。 一,从小跟父母,兄弟姊妹不喝,必须迷香背景到外面去奋斗,只要谈到自己的父母就很头痛。 二,爸爸吸毒,妈妈犯罪,兄弟姊妹全部都是来要钱的,弄得生活负担极重,苦不堪言。 三,最低的一点人生希望,只要有一个自己的窝,自己的小天地,和别人比起来也许这个希望不算苛求。 四,但以后结婚自主家庭,生出不孝子女,或配偶不好,回到家就浑身不自在,一辈子和家庭的恶梦全缠不休。 四,巨蟹座的能量在身体的胃部,可能容易得该内知己,或是新的肿瘤,原因是因为家庭中人际关系的折磨。 不但得不到爱的滋润,而且长期焦虑,担心精力透支,内奋力受到影响所致。 去现做如何判断自己呢? 判断中间完全要从家庭生活的品质上来观察。 如果最近和家人频频闹意见,心情烧下起伏很大,很没安全感,那么我们知道,现在的浴室上会有较大的问题出现了。 如果最近生活上,觉得充满了爱,能够接受爱,也能够爱别人,心情上觉得很踏实,很有安全感,则目前明显的走在好运中,像这样一家庭生活来判断自己的运势,对巨蟹座的生命形态绝对适用。 所以巨蟹座走的好运,都是会有个家出现了,很多巨蟹座是跟原来的家不好,转运时自己嫁获取的人很好,小孩也都很好,但有的巨蟹座走坏运,就是自己原来的家庭很好,自己却嫁获取了个不好的配偶,抑制产生离婚的状况。 所以巨蟹座的好,坏运从此看出,巨蟹座是要在稳定中求发展,而家庭的好坏,就是巨蟹座好运,或坏人判断的标准。 自卑感强烈造成爱情遗憾之星座狮子座,理论上,狮子座是万寿之王,应该很有自信才对,而实际上很多狮子座的诞生者自卑感强烈,对人与人的关系非常敏感。 常常觉得矮人一结,或是觉得别人不尊重他,瞧不起他,这种人不能进入亲密关系的真正原因,就是自卑感强烈。 这种自卑感强烈的状况,让他感觉到配不上任何值得的伴侣,越是喜欢的对象,越是自残贏惠,火足不节,这种人有时自尊心高昂,无法在亲密关系中方向握之而突破,其实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现象。 因此很难进入亲密关系,这种狮子座性格被塑造成如此,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母亲在怀孕时,感觉夫妻往日恋爱的热情慢慢吞去,或者因为父亲事业忙碌的原因,母亲觉得不太受到重视,没有得到很多应有的关怀。 这是一个被冷落或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现象,使得以后小孩在诞生后,内心自尊心很强,自卑感较重,自我表达的欲望很高,自信心能否配养出来,几乎成了教育成败的关键。 这种小孩以后对自己的子女也是期望很高,非常爱小孩,希望他们处处逼人强,不能被人看不起。 如果他自己的事业不是很得意,更有倾向将一切希望放在子女身上。 这种人在讨厌外时,生怕自己被所爱之人拒绝,所以不敢主动追求自己的最爱,只敢追求第四或第五只选择,因为和自己较不在意的对象交往,反而比较没有得失心。 这种狮子座常会天真的以为,只要他愿意,他可以和任何异性相处。 等到结婚之后,他才发现若不是真心相爱,实在一天也难以相处,他才知道注成了大错,造成了终生遗憾。 此种狮子座诞生者之人生亦产生一些现象,也就是说狮子座之爱情能量低落,会有下列极点之表现。 一,自打,以自我为中心,一定要做领导者,但人家又不服他,以致他会很不适当地表达自我,常要引起人家注意,就变成恶行恶壮的狮子座。 二,喝酒,壮胆,骂人,但又觉得自己的自尊被伤害而大吵大闹,尤其是喝酒,吃药后胆子特别大,特别爱骂人的狮子座就是运势较糟,较有问题的。 三,不是当表现,或发现不了自己的专长,不能够表达魅力,建立自信,一方面自尊心强,其实是自卑感很重,永远被人视为怪物,特别爱表现,恶行恶壮。 四,狮子座的能量在心脏和脊骨,如果觉得最近心脏功能减退,或发现了心脏的疾病,以及被痛,性能力衰退,这些都是运势慢慢走下坡的征兆。 狮子座是王,是万寿之王,但是需要自己的丛林,所以没有丛林的狮子套着中国古语,就是苦落平阳被劝欺。 所以,有很多狮子座并非人如其名,好像是个国王一样,反而是自尊心强,自信心差,暗自哭泣,想言欢笑。 这就是没有找到自己丛林的狮子,这种狮子座如果注意观察其眼神,一点看不出坚定的意志和焕发的魅力,反而流露不确定,不信任而怯懦的眼光。 对爱情要求完美之星座处女座,处女座原来之意思,是完美之礼物,以及将本身之天赋礼物的最完美之发挥,而贡献是人,因此有很多处女座之诞生,这皆是极度要求完美。 不只是在工作上,甚至是人生的各个面向,都要要求完美,像处女座这种类型的诞生者,不能进入亲密关系,的原因就是要求完美。 而此种处女座对爱情完美的定义非常严格,也就是第一次定要成功,绝不能容许失败的发生,第一次不完美就好像白币有瑕,已经失去了处女的资格了。 这种人因为害怕且不能容忍第一次的失败,也很怕给出,这种人对爱情的看法很纯洁,希望他自己的爱情很完美,因此,很怕受到欺骗或失败, 如何衡量是否受骗或失败的标准呢? 就是看是否对方愿意先给出自己或安排好往后人生的一切。 如果在还没有感觉对方给出自己或抓紧安全感之前,就要自己先行付出或先牺牲,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。 这种心态也会发展出一种阔度挑剔,并放大对方缺点的现象,造星与人直接唯有远看,才能保持住内感,究竟相处反而鸡犬不明。 处女座类型之人格,不能接受不完美的伴侣,标准或高业妨碍,或自己进入亲密关系之门。 此种处女座诞生者之人生亦产生一些现象,也就是说处女座是爱情能量低落,会有下列几点之表现。 一、但如果一个处女座没办法表现出她的知识感、优秀能力,或是很享有表现却工作压力太大,心里有障碍,无法疏解。 所以白天做一种事,晚上做一种事,这就是比较糟糕的处女座。 有些处女做白天表现还好,晚上做些不好的够当,明的一面,暗的一面,令人大吃一惊。 二、伪善,心胸狭窄,眼界不宽,资助闭较,凡事不知通融,故意刁难,终于越老越变态,变心见人业。 三、因为工作不适当而产生的压力,造成性格古怪,心口不一,人见人也,否则就会产生一些身心症状,而且又查不出毛病,比精神方面的问题绝多。 四、对工作的结果和报酬特别斤斤计较,处女座的身体能量集中在腹部,如果肠胃发生问题,或子宫软肠发生问题,对处女座来说都是影响越式的重大事件。 在工作方面,处女座的好运从她的努力和秩序感表达出来,快运就从她发的牢骚中出来。 所以如果您是个处女座的诞生者,最近开始觉得很不对劲,很神经质,并开始骂每一个人,而且牢骚满腹,工作上压力太大,工作之余觉得疲倦异常,非常容易觉得没精神,很累,想休息,或者出现莫名其妙的疾病。 检查都没有毛病,但自觉却很不舒服,百姨或百姚间无效,那你这个处女座可能就要走怀孕了。 这种怀孕包括性密关系方面之不顺,前面的糖吃太多也会想吐天秤座,占星术常用的十二星座中,和爱情密切相关的。 首推天秤座,天秤座的图像是天秤,象征着任何情密关系和合作关系都必须公平。 公平有两个意思,第一是你来我往的平衡,你付出一分,则我也付出一分,我付出五分,则你也付出五分。 长期交往的关系必然要如此,若有人要做牺牲者,或是并非是双赢的关系,都不符合两者长期之利益,也不利于两者长期之交往,就填到这立场而言,也不允许长期有着不平衡关系之存在。 公平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半斤八两,什么人和什么人聚在一起,都有点无以类聚的意思。 所以有人天天抱怨其伴侣,有如何多如何多的缺陷,其实是不了解亲密关系就像一面镜子,也反映了我们内心的境界。 我们的伴侣有多大之缺点,就代表我们自己之内在有多大之伤痛存在。 无论的只是我们对人生很多安排不能解读而已,天秤座代表生命中的亲密关系,但往往天秤座的诞生者,无论你是太阳天平,月亮鞋平或是上升天秤都在,很多都有不能进入亲密关系的障碍,为什么呢? 天秤座代表生者非常需要伴侣以及感情之归属,他们在爱情中常犯了过度依恋对方的毛病,这种人总是拉着对方,黏着对方,紧紧的封闭在两人世界中,把对方压得喘不过气来。 他自己的感觉是好的很,陶醉得要命,对方却有苦难言,总觉得生活的其他面向,都无法维持原来的自主性。 天秤座这种诞生者常常不了解,越是黏紧对方,越是放尸自我的魅力。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头,还是各自需要一些独立的空间,过度依恋只会让自己得到像垃圾般无价值的结果,因为粽子吃太多会恶心,糖吃太多也会想吐,等到自己给出太多而毫无魅力可和对方分享了,因此,也妨碍了自己长期的亲密关系。 就天秤座之一而言,一个人会吸引哪种人,碰到什么样的伴侣,其实是跟自己的能量状况有关,能量不相应的绝对无缘。 当你的伴侣对你发考卷的时候,先不要生气,静下来想一想,这样的考卷代表我们自己的人生需要增长什么? 我们的伴侣,夫妻有时候,就是扮演魔鬼总教练的角色。 最重要的是,在这个过程中间,我们要能明白,是自己成长过程的哪一环节出了问题,人生的很多现象,在一次难民之间,需要智慧才能大彻大悟。 喜欢分享爱情痛苦的另类天蝎座,崭新树中认为天蝎座是这个宇宙最神秘,也最悲情的星座,天蝎座原来的意思是蜕变,怎么个变法呢? 就是因为悲情进入人生而了解此宇宙神秘之本质。 所以天蝎座之诞生者,不能进入亲密关系的原因,就是悲情主义。 这种悲情主义的人对伴侣是渴求的,对恋爱是疯狂的。 但由于心态上可说心有千千结,在脑筋上也是死命钻牛角尖,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恋爱要惊天地,气会神,轰轰烈烈,要排除千辛万苦,受尽种种考验折磨,因此总是感召一些烦恼,重重的对象谈恋爱。 结果该分手的不是时分手,拖到最后还是要分手,早知不如早点分手,或者恋爱时吵吵闹闹,分手后又藕断丝连,想着对方。 这也是另一种情绪上的自我虐待狂。 有时我形容天蝎座标准模式在情中的表现是悲情主义强迫症,大家都知道强迫症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,例如老是幻想自己的手不前进很脏,所以拼命提手,洗刀手都磨破了,心理上还是觉得手不前进,要去继续洗。 所以天蝎座对于悲情世的爱情,就是如此之自我强迫,而且在向爱吕倒垃圾这点上,也是其他星座比不上的,他们的人生总是有那么多的悲苦要和对方分享,他们又总是在平淡平凡的生活中,创造令人难以忍受的生理死别情绪。 好像快乐是生命中极端之罪恶,唯有痛苦才符合正常之人生。 遇上天蝎座的爱慮,要先是一世他们的爱情能量,天蝎座若是爱情能量低弱,必然有下列几点表现。 一、天蝎座所受到的苦难,因为非常敏感,所以会放大得很厉害,觉得自己是受最多苦,没人知道他受了多少苦,而心里的苦更是无处发泄。 如果不能疏解情绪,就会产生很多问题,而往昔的伤痛不断吸引伤痛事件,像结婚后婚姻会出问题,这种人吸引过来的就是很复杂的爱情。 如交往很久却没结婚,分手后又不能互相忘掉对方等等,又爱又恨。 三、心有千千结,而且不能很公平的来看待那些事情,所以当一个天蝎座不能很公平的看待自己以前的怀孕,而心里很多结的时候,就是走不出自我,无法蜕变,无法疗跃的蝎子。 四、天蝎的身体能量集中在肝脏、内分泌和性器官,心情不好,忧愁恐慌,则干预。 长期干预造成类分泌失调或精神坏能症,这就代表蝎子的能量大量流失。 五、对性爱比较看不开,有时追求太过,生活性不堪,不但付出身体的代价,还付出人际关系和社会名誉的代价。 天蝎座的问题都是心理和情绪问题,心理健康,全部给出,是天蝎座造命的第一要件,所以凡是想想看自己,是否正在钻牛角尖,最近是否冤天尤人,是否情绪敏感,疑神疑鬼。 如果有这些情绪出现,代表你的爱情也是非常痛苦悲情之模式。 爱自由不敢对爱情承诺之星座射手座,射手座原来是读乱卷书,行万里路的意思,所以图像上是以半人半马而取向,半人的部分就是要读乱卷书,半马的部分是行万里路。 所以有追寻深信心两方面自由的意义,而射手座不能进入亲密关系,的原因也是因为爱自由,觉得一旦在感情上定下来,就会不自由,而不自由无你死。 所以也或多或少的害怕亲密关系,其实这个自由的问题真是很吊诡,在爱情上可能很自由,但在人生上却非常不自由,自由的问题真是难讲。 亲密关系好比是一扇门,因为有了亲密关系,所以人生又敞开了新的时空,获取了新的经验,这就不是那些不肯进入亲密关系的人所能体会的了。 怎么说呢?谈恋爱的自由也许很重要,人生中谈五次恋爱也许和两次恋爱不同,但谈二十次恋爱和谈两百次恋爱可能都差不多了, 因为常常谈恋爱就知道男女之间就是那么一回事,谈二十次恋爱和两百次恋爱其实不会有极大之差别。 而且人生也不是只有谈恋爱一件事情,人生是多采多姿,环环相扣的。 结婚了之后,会牵涉到很多配偶带来的人际关系,例如配偶的父母亲、兄弟姐妹和朋友等等,这一堆人进入自己生命后,有很多是自己生命中的贵人,又带出了人生很多级约。 生小孩了也是一样,不但对人生的想法会有变化,养小孩的过程照样开启了人生很多山门,这就是生命的奇妙。 那些因为爱自由而不肯进入婚姻的人,其实也不过,就是在爱情上维持自由,但人生的自由,其实是开启不同时空的机缘。 婚姻绝对是一个关键性因素,肯给出承诺的,往往会获得更多自由,不肯给出承诺的,往往也没有自由。 爱自由的射手座,如果想不通自由和承诺的神圣性矛盾,其爱情就会变动不拒。 此种射手座诞生者之人生亦产生一些现象,也就是说射手座之爱情能量低落,会有下约几点之表现。 一,一个运势差的射手座,会有各种事把他绑住,就是没办法旅行,也没办法受高深教育,也没知识。 二,从小不能在运动和游玩方面得到满足感,体力无法发泄,早晨不能专心念书或做事,能难考在身体肌肉里,一直过不了运动和旅行这一关,读书方面当然落在别人后面,竞争力跟着越来越差。 三,有些坏命的射手座,表现出的不是哲理的智慧,相反的是表现出鲁莽,不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,有什么恰当的表现。 像这种比较没脑袋的射手座,只能做体力的劳动,没办法发展出自己比较高深的心智层面。 四,坏命的射手座就是一直被固定住,无法变动,找不出人生的新机会和改运的方法。 而且做事无衡,心态三个月一小便,三年一大便,前后努力不能连贯,造成人生资源的浪费。 非常可惜,坚持爱情功力主义之星座摩羯座,摩羯座原来是成功的意思,因此这个星座有关的诞生者, 常常都有成功意识很强,非常追求成功目标的性格。 即使在爱情与婚姻中,摩羯座的诞生者,也少不了成功目标的考虑, 总是希望利用婚姻关系,达到帮助事业的效果。 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男生讲一句话,希望找个好老婆,节省人生泛斗二十年, 或是听到女生讲一句话,真希望能掉个金龟座,找到终生饭票, 这些说法都是摩羯座的思考模式。 这种人不能进入亲密关系的原因,是以公立的眼光看待爱情, 最后才发现爱情的基础若是进入在公立上,就好像在沙滩上建高楼一样, 经不起一点考验,甚至造成痛苦的人生,悔不当初,而因为爱情生活痛苦, 才发现事业成败已经毫无意义了,也就是说人生本来应该是亲密关系,成功而导致事业成功, 而此种摩羯座却不择手段想利用亲密关系,反而破坏了事业成功之基础。 还有一些摩羯座诞生者,事业辛苦桥,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没有异性朋友,年纪不小了,也很想结婚成家, 但每天都是为了事业忙得不得了,问他们肯不肯抽空参加男女交易活动,答案是没时间。 为什么没时间呢?因为和事业比较起来,亲密关系其实不是真心想要的。 这些人的心思跟某些想上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徒一样,如果阿弥陀佛出现在眼前询问,是否愿意立刻去西方? 通常回答都是,还是等我把俗世的缘分了完再去吧,事业上花那么多时间为什么呢? 还不是因为不安全感在作祟,其实人只在一段时间,以拼命努力来肯定自己的能力和存在的价值, 一辈子都这样是不可能的,也太辛苦了,人生境界一定要从我有能力生存转化到,详细老天爱我。 事业性过强的人不了解,亲密关系的培养和事业一样,是要花很多时间,但人生的缓缓想后, 亲密关系的圆满可以让事业更心意自在,更能领受老天之赐福。 这才是相信老天爱我,的更高境界,倾向制造爱情悲剧的摩羯座单身者之人生亦产生一些现象, 也就是说摩羯座之爱情能量低落,会有项链基点之表现。 一,从小被关忧郁,凡是看坏的一面,不看好的一面,遇到小事,也把它放大压力, 虽然也想全力以赴,但往往准备周全,勇气不够,临场退却。 二,年轻时就有自闭倾向,或是时常忧郁而想毁灭自己的生命。 三,过了三十岁之后,仍然一事无成,沉溺在以往的忧愁之中,于是也不见得好转。 四,结婚之后,所剩的长子,与自己关系不睦,甚至也是多病多灾,好像自己儿时翻版。 五,过了五十岁之人不知自己要做什么,本身就要自我检讨, 却还在自怨自艾,因为该负责任的人其实是自己,但却到处愿天游人。 有情与爱情分不清之星座水瓶座,水瓶座原来的意思是博爱, 这个星座一向有着四海的个性,朋友这两个字的确对他们有着魔心,般的吸引力。 瓶座在感情上的表现,常常很淡很淡,他们比作一名情人而言,更希望能扮演好朋友的角色。 在众多的异性好友中分不出谁是情人,获得众多的情人中分不出谁是好友,是这个星座常见的事。 水瓶座不能进入亲密关系的原因是博爱。 博爱不是花心,是不懂男女之间那点微妙的情爱。 所以是交了很多男的朋友或女的朋友,但都不是男朋友或女朋友,每次出去约会,不是一对多就是多对多,根本没有单独相处培养感情的机会。 这种人有点出现调,总觉得好像每个异性都可以做朋友,但都进入不了状况,这种人的心思不够细腻,无法深入交往,也不懂如何表达内心感受,更没有办法体会到那微妙的情爱。 平常应该多看些叫温馨的文艺爱情星,多培养欣赏艺术品的奸赏能力,并多接触大自然游山玩水,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。 水瓶座之爱情能量低落,会有下列基点之表现。 一,运气较差的的水瓶座,就会常常努力没有生活,虽然吃苦耐劳,但没有获得一叠代价,为什么呢? 因为他统治心是土星,会产生一种压力,且这种压力是土星,加上代表变态性外的天王星,使得很多水瓶座的人有变态的现象,因为很多部分牵涉到表达不当,造成很多困扰。 这种困扰又跟他的反抗性有关,而且他为了坚持理念,理想,反而没有立场,不能很好地调适这种状况,也不能找到一个团体去参与。 所以这种坏命水瓶的社会生活,社团生活不能伸展,二,理想不能表达,或是表达出来,不能得到同时的人的肯定,反而招致攻击毁谤,恶意重伤,被目为极端论词,变态人物,成为传统下的牺牲者。 三,性情冷漠,变态而不可理喻,或者产生反社会的革命行为。 四,水瓶座的身体能量,表现在圣经传导系统和足禁骨,如果足不有扭伤现象,或者是身体那个部位觉得麻木不仁,或者心脏车痛不舒服,也都代表能量不足,生活上容易遭遇困境。 水瓶座的生命形态,如何了解自己,是走在好运还是坏运中呢? 首先要注意的是,你和整个社会的关系,是热诚有活力,肯将你天赋的礼物给出去,还是冷漠,疏离,孤立,如果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像话,实在可恶,对不起你,那就代表有点麻烦了。 第二,你的真知逐渐,是否为这个社会所认同,当这个社会注意到你的天才时,即是正面的,而走坏运时,这个社会是你为变态伴长。 第三,最近你的名誉声望是否受到影响? 有没有人在造你的谣言,说你的坏话,或者你与某些团体公开决裂或斗争? 这些都代表水瓶座的正面能量慢慢流失,水瓶座中充满了光能和音能。 所以这个星座需要发光,也需要音乐,需要发光的意思,是应该要关怀着这个社会,并对人类未来的前途规划光明的远景。 这是老天诞生水瓶人格的真意,也没有走在这条路上,水瓶座还有一体之地。 需要音乐的意思是,音乐可以帮助水瓶人格,得到更多天气,更多灵感。 很多大音乐家都有强烈的水瓶座能量,这也是个音乐天才的位置。 以起连或牺牲登上恋爱教主的宝座双鱼座,双鱼座是个在爱情中翻滚而永不后悔的听作。 对很多双鱼而言,爱情既是双鱼的宗教,可说是恋爱教之教主, 而双鱼座对爱情的基本策略,却往往出自于起怜与欺伤。 某种程度而言,双鱼善于不知不觉本能的利用,操控别人的同情心,争取别人的注意和怜悯。 例如他可能会常常和你谈到他最近的不舒服,不顺利,然后让你心中涌出罪恶感,觉得他最近遭遇不幸的原因,是因为你对他疏于照顾。 双鱼座另一种策略,是自愿做牺牲者。 双鱼座这种人的心肠很脆弱,一女性为多见,常常因为不忍心和余传,把伴侣的人生问题扛下来。 弄到自己进退两难,到最后对方不能有所长进,自己也精疲力尽,最终人才两失。 其实,我们趁这种人为偿别人的考卷来写,其实上天安排每一个人的问题,都有成长课程的阴涵,每一个人也都有能力去解决自己的问题。 因为我们脆弱而敏感的好心,看不到这一点,想要帮我们的伴侣扛下我们不该横的问题,结果双方都无法成长,而且无法得到能量。 要记得,当你认为你的伴侣不能解决他的问题,而是由你来插手时,在灵魂的层面上,就已经小看了对方的能力。 如果再进一步培养对方的依赖性,这种牺牲其实索然不利己。 这种自愿做牺牲者的人,会创造在每一次的亲密关系中,自己有牺牲的机会,也会因自己进一步的牺牲,而破坏了可贵的亲密关系。 双鱼座是爱情能量低落,会有下列纪点之表现。 一,完全没办法自己照顾自己,没办法调食自己。 即使别人跟他讲了很多道理,但对他来讲却都没用。 他自己也明白该怎么做,但他就像是烂泥一样,在研究麻醉药、赌博、情欲中度过一生。 二,所以双鱼座基本上是个需要宗教的个性,也就是上瘾的个性。 如果没有宗教的话,就需要一个代替品。 这个代替品可能是爱情,也可能是其他不良事好。 碰上别人欺负,也不反抗或没有反抗能力,没办法正确表达自己的心灵世界。 三,在心灵上非常依赖外力,心理痛苦就不能疏解。 三,沉溺在痛苦的人生里,虽然不是难以自拔,这一点也没有自拔的动力。 他们的心中很难冠取任何希望,总是认为老天遗弃了他们。 双鱼座的问题是欠缺过滤系统,也就是一切包容,一切接纳的意思。 这个星座是复制老天的大词,能够含荣一切。 处女座一切挑剔,但对面180度,那双鱼却是一切接纳。 所以,双鱼座的一切优点和缺点,都从这个欠缺过滤系统而来。 对一般的人而言,欠缺过滤系统,所以对环境的资讯没有谨责能力。 营养进来,垃圾也进来,怎样吸收养分而排除垃圾呢? 只有凭着正确灵感趋及避凶,要有正确的灵感。 靠的是正确的食物,生活环境,生活规律和运动,修行,以及一颗慈悲之心和老天连线。 所以当双鱼形态的您,觉得以往的大法无碍不见了,心情一变而敏软,身体实时不舒服,再又检查不出病因, 或者脚的附近发生伤害,都要提高警觉,代表双鱼座的正面能量开始流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。